这样来啊 你把梯子这样 这要放在哪儿 当老师有年龄限制吗 93岁里来有阿嬷应新北市永和区 德河社区发展协会邀请 当起折纸老师 教影法族体验折纸艺术的趣味 利用生活中不需要使用的纸张 经过特定的角度 折痕与裁切 就能创造出向日葵 企鹅等多样的作品 让废纸也能拥有第二生命 平常有教那也不是说公开的 就是说你我两个一对一的 朋友在写一写 我不是专家 我是习的 比较爱凹着 但是我不是专家 以来有阿嬷算起来 应该是协会拼认过 年纪最大的老师 不因为年龄限制了她的教学 带领大家热烈讨论 折纸步骤 专注学习 其中永和区长陈宜君跟着同乐 透过双手折出蝴蝶的纸艺术作品 陈宜君表示 有阿嬷的教学指导 充分展现永和是个长者宜居的城市 用折纸手脑并用 预防失智 为生活增添乐趣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折纸游戏 不仅是活化我们的农老 还有我们的手 那因为这样手脑并用之下 让大家 让一些长辈可以防止失智 然后在生活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乐趣 德赫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呂卓春英表示 发现阿嬷手艺惊人是某次到他家里才知道的 不让阿嬷的记忆被埋没 透过驱公所力邀他当折纸教学 长者一起互动学习 让生活更有趣 我们这个社区是要跟那个长者有互动 因为在家里他也很无聊 而这边可以学习 又可以成长 跟一些阿公阿嬷 一些左右邻居认识 又可以聊天 又会可以大声的笑一笑 好快乐 很开心 真的觉得是我们社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社区 李阿嬷喜欢折纸艺术 让老年生活变得有趣 也把运用双手的折纸教导大家 让银法族尝试不一样的艺术课程 折纸教室承包 记者曾定家吴志恒 永和报导